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艾坎丁的成字 今天要说说期待已久的生之行 这部片子去年和你的名字同期上映 可谓是对着门缝放屁 名声在外 咱们一起来瞅瞅 故事的一开头 男主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放在了一个女人身边 准确的说是还给女人 接着他就跑去自杀 男主 祖 想年 不想 全剧中 好吧 身为男主 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挂掉 但是他为什么要自杀 难道是受到大和民族的优良传统影响 各种原因 咱们得从男主小学的时候讲解 男主名叫石田将野 小学时候是个非常典型的熊孩子 这天班里转来一个小妹子 也就是女主西宫萧子 萧子有比较严重的听觉和表达障碍 平日里靠在本子上写字与人交流 他能说话 但是发音吐字很不清晰 很快 萧子就成了班里的焦点 他为整个班级带来了欢乐 不过这种欢乐是建立在萧子的委屈之上 以男主将野为代表的熊孩子们 不仅嫌弃并孤立萧子 还时不时的欺负他 通俗的说 就是女主遭遇了校园霸凌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这么几个人物 对萧子明显抱有厌恶之心的职业 表面上接纳萧子 但是也会跟着别人一起嘲笑他的川景 诚心想和萧子做朋友 想维护萧子 但是胆子很小 无能为力的所缘 还有一个是男主将野的小伙伴岛田 基本属于助纣为虐的旁观角色 身为被欺负的萧子 是什么反应呢 基本就是你骂我 我谢谢你 你作弄我 我跟你道歉 我喜欢上你 大家有没有觉得萧子的心态十分奇怪 事实上就是这样 甚至还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意思 他总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 因为自己有缺陷 因为自己不善交流 才引来了别人的嘲笑和欺负 这种逻辑正常人可能不太理解 就好像被强奸了 还归咎于自己衣服穿得太性感 霸凌的遭遇来得很快 事件的转折也没有让观众等太久 论语有约 年少不知身何浅 行事不问危于险 忙忙庄庄不改变 苦涩后果难避免 酱野他们把萧子的助听器扔了很多个 有一次 酱野更是莽撞的扯下助听器 导致萧子的耳朵流血受伤 事就这么闹大了 萧子的母亲打电话到学校投诉 校方找到了酱野 平日里跟酱野一起霸凌萧子的那几个 也都纷纷的把锅甩给了酱野 酱野的母亲不得不领着酱野去道歉 并且赔了萧子家170万日元 这件事情之后 酱野的命运就此改变 曾经那个带头霸凌他人的学校霸王 竟然成了被嫌弃 被孤立 甚至是被欺负的对象 酱野完成了角色转变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 开头男主为什么要自杀 他打工挣钱 也是为了把母亲赔的钱给弥补上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在你做些伤天害你的事情的时候 务必要想想 没准哪天你也会成为被伤害的那个人 所以那些嘲笑橙子单身狗的家伙 那些在橙子面前秀恩爱的家伙 你们可得想清楚后果 不久之后 萧子又转学走了 这一别就是多年 酱野和萧子再次见面之时 男主已经是学会 左手右手慢动作的年纪 其实酱野是因为打算好了要自杀 才想在临死前见萧子一面 他想把当年萧子 写满了抱歉的交流本子还给他 这些年来 萧子已经成了 酱野心里迈不过去的坎儿 步入中学后的酱野 依旧是被孤立的对象 所有人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戴上了面具的陌生人 他没有女朋友 他也没有男朋友 总之他很孤单 刚说到男朋友 男朋友就从天而降了 这天 酱野偶遇了一起校园霸凌事件 一个小胖子的自行车在被人抢夺 小胖正在杀猪般的嚎叫求助 酱野犹豫再三 还是走向了前 他把自己的自行车给了那个人 后来小胖大费周章的把自行车给取了回来 送还给了酱野 小胖把酱野当成了自己的挚友 而酱野也终于有了爱之初体验 酱野的内心 就像是一个上厕所没有带纸的人 从期待到惶恐到挣扎到任命般的放弃希望 准备豁出去了 用手指的时候 奇迹般的有个人从隔壁递过来一张纸 而小胖就是递纸过来的那个人 这么说的话 大家就能体会到酱野的心情了吧 我们回到故事的主线 酱野现在对肖子一直充满了愧疚 他的内心还带着自卑 他想接近肖子 又总是很忐忑 而且每每他找个理由去见肖子的时候 肖子的妹妹总是会蹦出来阻拦 妹妹是个解控 时刻想保护和姐姐 这个时候小胖站了出来 摆平了妹妹 酱野和肖子多年后终于再次正式会面 酱野这些年学会了手语 这里肖子非常开心 两人一番交谈下来 才知道彼此都很牵绊 酱野对肖子说 诶真巧 我有手机 你也有 诶真巧 我不知道你号码 你也不知道我号码 诶真巧 我想知道某个人的号码 我猜你肯定也想知道某个人的号码 肖子点点头说 左缘 酱野兴奋的说 我就知道是 啥不是我 接下来 两人一起踏上了寻找老同学左缘的列车 慢慢旅途 孤男寡女 以成字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来看 好吧好吧 以我阅片无数的经验来看 行了吧 两人必将生些情愫啥的 果不其然 这天肖子特意绑了个马尾 并且送给酱野一份礼物 酱野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肖子努力的对酱野说着什么 很可惜 酱野理解错了 他把肖子所说的喜欢听成了月亮 又是一个典型的活该你单身的反面教材 要是混做橙子 别说你说的是喜欢 你就算是说了个汤泡饭 我也能理解出稀范 然后延伸出喜欢这层意思 肖子说的月亮困扰了酱野 他再邀请肖子出来玩 由于脸皮有些薄 他还喊了一些别的人同行 比如直野 川井 左缘还有小胖他们 很可惜 直野仍然很厌恶肖子 他甚至还找了个机会 专门欺悟肖子 看来小学时候的事情 仍然横跟在他们中间 想起当年川井就像小学时那样 用博同情的方式推卸责任 左缘还是那样懦弱的性格 酱野内心十分难受 几个人不欢而散 肖子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接下来的暑假 酱野和肖子度过了一段非常欢乐的时光 在刹那芳华的烟火 照亮的星空下 在纯净美好的18岁夏日的夜晚 两颗跳动的心靠得很近很近 剧情进行到这里 好消息和坏消息各自参半 好消息是 肖子是喜欢酱野的 毫无疑问 酱野也是喜欢肖子的 坏消息是 肖子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竟然选择自杀 他依旧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导致酱野的朋友圈再次破碎 好消息是 酱野救下了他 坏消息是 酱野自己掉下去了 好消息是 酱野没有死 坏消息是 酱野受了重伤 好消息是 肖子的母亲求得了酱野妈妈的原谅 坏消息是 肖子哭得很伤心 好消息是 肖子修复了和所有人的关系 甚至是包括最讨厌他的职业 坏消息是 肖子非常非常担心酱野 他仍然很自责 好消息是 酱野终于醒了 他找到了肖子 并且和肖子互相敞开了心扉 坏消息是 酱野从内心里仍然孤立自己 不敢融入到大众中间 好消息是 最终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 不管是女朋友还是男朋友 他都有了 然后就没有坏消息了 Happy ending结束 这是一部 不论是剧情的推进 情感的递进 还有画风 以及细节方面 都非常细腻的电影 从漫画到剧场版 再从剧场版到几分钟 看完的电影解说 整个作品的细腻性 在一层层的被剥离 老实说这种片 不适合用来解说 它不像一般的剧情片那样 随便听听 乐呵乐呵就够了 它更像是一杯明茶 需要人细细品味 橙子建议大家 抽出时间好好看看 体会电影里凸显出来的 关于友情 关于救赎和宽容的主题 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 非常积极的信号 只要我们真心悔过 就能得到宽恕 但是橙子却莫名觉得 这句话非常扯淡 论语有约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论语真有这么说过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以值报怨以德报德 简单理解就是 有仇的报仇 有恩的报恩 不是所有的罪行 都值得被原谅 错了就是错了 并不是说你认错 就能一笔过销 况且连在认错方面 都还没有做到是吧 好吧 橙子说太多了 希望这部电影 能真的带来积极意 让该认错的人 像男主那样 用实际行动去悔过 其实悔过 也是对于自己的救赎 关于这部电影 论语也有解读 少年混账 爱闯祸 善恶有报 常苦果 三人行物 求宽恕 信誉佳人 善如佛 想要观看本边的小伙伴 请添加橙子的微信公众号 橙子凯定 回复生之行就可以了 橙子还会为大家 搜集很多好玩有趣的内容 兴奋的说 我就知道是 咋啥 不是我 接下来 两人一起踏上了 寻找老同学 左沿的列车 慢慢旅途 孤男寡女 以橙子纵横情场 多年的经验来看 好吧好吧 以我月片无数的经验来看 行了吧 两人必将生些情愫啥的 果不其然 这天萧子特意绑了个马尾 并且送给将野一份礼物 将野不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萧子努力的对将野 说着什么 很可惜 将野理解错了 他把萧子所说的喜欢 听成了月亮 又是一个典型的 活该你单身的反面教材 要是换做橙子 别说你说的是喜欢 你就算是说了个汤泡饭 我也能理解出戚犯 然后延伸出喜欢这层意思 萧子说的月亮 困扰了将野 他再邀请萧子出来玩 由于脸皮有些薄 他还喊了一些别的人同行 比如直野 川井 左沿还有小胖他们 很可惜 直野仍然很厌恶萧子 他甚至还找了个机会 专门欺悟萧子 看来小学时候的事情 仍然横更在他们中间 想起当年 川井就像小学时那样 用博同情的方式 推卸责任 左沿还是那样懦弱的性格 将野内心十分难受 几个人不欢而散 萧子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接下来的暑假 将野和萧子度过了一段 非常欢乐的时光 在刹那芳华的烟火 照亮的星空下 在纯净美好的18岁 夏日的夜晚 两颗跳动的心 靠得很近很近 剧情进行到这里 好消息和坏消息 各自参半 好消息是 萧子是喜欢将野的 毫无疑问 将野也是喜欢萧子的 坏消息是 萧子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竟然选择自杀 他依旧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导致将野的朋友圈再次破碎 好消息是 将野救下了他 坏消息是 将野自己掉下去了 好消息是 将野没有死 坏消息是 将野受了重伤 好消息是 萧子的母亲 求得了将野妈妈的原谅 坏消息是 萧子哭得很伤心 好消息是 萧子修复了和所有人的关系 甚至是包括最讨厌他的职业 坏消息是 萧子非常非常担心将野 他仍然很自责 好消息是 将野终于醒了 他找到了萧子 并且和萧子互相敞开了心扉 坏消息是 将野从内心里仍然孤立自己 不敢融入到大众中间 好消息是 最终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 不管是女朋友还是男朋友 他都有了 呃 然后就没有坏消息了 Happy ending结束 这是一部 不论是剧情的推进 情感的递进 还有画风 以及细节方面都非常细腻的电影 从漫画到剧场版 再从剧场版到几分钟看完的电影解说 整个作品的细腻性 在一层层的被剥离 老实说这种片不适合用来解说 它不像一般的剧情片那样 随便听听乐呵乐呵就够了 它更像是一杯明茶 需要人细细品味 承自建议大家抽出时间 好好看看 体会电影里凸显出来的 关于友情 关于救赎和宽容的主题 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只要我们真心悔过 就能得到宽恕 但是承自却莫名觉得 这句话非常扯淡 论语有约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论语真有这么说过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简单理解就是有仇的报仇 有恩的报恩 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值得被原谅 错了就是错了 并不是说你认错就能一笔过天而降了 这天将也偶遇了一起校园霸凌事件 一个小胖子的自行车在被人抢夺 小胖正在杀猪般的嚎叫求助 将也犹豫再三还是走向了前 他把自己的自行车给了那个人 后来小胖大费周章的把自行车给取了回来 送还给了将也 小胖把将也当成了自己的挚友 终于有了爱之初体验 将也的内心就像是一个上厕所没有带纸的人 从期待到惶恐到挣扎到任命般的放弃希望 准备豁出去了 用手指的时候 奇迹般的有个人从隔壁递过来一张纸 而小胖就是递纸过来的那个人 这么说的话 大家就能体会到将也的心情了吧 我们回到故事的主线 将也现在对肖子一直充满了愧疚 他的内心还带着自卑 他想接近肖子又总是很忐忑 而且每每他找个理由去见肖子的时候 肖子的妹妹总是会蹦出来阻拦 妹妹是个解控 时刻想保护好姐姐 这个时候小胖站了出来 摆平了妹妹 将也和肖子多年后终于再次正式会面 将也这些年学会了手语 这脸肖子非常开心 两人一番交谈下来 才知道彼此都很牵绊 将也对肖子说 哎真巧 我有手机 你也有 哎真巧 我不知道你号码 你也不知道我号码 哎真巧 我想知道某个人的号码 我猜你肯定也想知道某个人的号码 肖子点点头说 左远 将也兴奋的说 我就知道是 啊啥 不是我 接下来 两人一起踏上了寻找老同学左远的列车 慢慢旅途 孤男寡女 以成字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来看 好吧好吧 以我阅片无数的经验来看 行了吧 两人必将生些情愫啥的 果不其然 这天肖子特意绑了个马尾 并且送给将也一份礼物 将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肖子努力的对将也说着什么 很可惜 将也理解错了 他把肖子所说的喜欢 听成了月亮 又是一个典型的活该你单身的反面教材 要是混做橙子 别说你说的是喜欢 你就算是说了个汤泡饭 我也能理解出稀范 然后延伸出喜欢这层意思 肖子说的月亮困扰了将也 他再邀请肖子出来玩 由于脸皮有些薄 他还喊了一些别的人同行 比如直野 川井 左远 还有小胖他们 很可惜 直野仍然很厌恶肖子 他甚至还找了个机会 专门欺悟肖子 看来小学时候的事情 仍然横更在他们中间 想起当年川井就像小学时那样 用博同情的方式推卸责任 左远还是那样懦弱的性格 将也内心十分难受 几个人不欢而散 肖子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接下来的暑假 将也和肖子度过了一段非常欢乐的时光 在刹那芳华的烟火 照亮的星空下 在纯净美好的18岁夏日的夜晚 两颗跳动的心靠得很近很近 剧情进行到这里 好消息和坏消息各自参半 好消息是 肖子是喜欢将也的 毫无疑问 将也也是喜欢肖子的 好消息是 肖子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竟然选择自杀 他依旧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导致将也的朋友圈再次破碎 好消息是 将也救下了他 坏消息是 将也自己掉下去了 好消息是 将也没有死 坏消息是 将也受了重伤 好消息是 肖子的母亲求得了将也妈妈的原谅 坏消息是 肖子哭得很伤心